欢迎收看夏东平车 今天我试驾的是2021款的一汽丰田的卡罗拉 到现在为止全球5000万的销量 它是所有丰田车里销量最大的一款产品 而且也是所有汽车里销量最大的一款产品 今天我试驾的2021款 为什么要试驾它 因为它是用了一新事的三缸的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丰田它用了一个自然吸气的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可谓说在大胆的程度上又大胆了一下 有疑问的人肯定会说 我在日后使用这台车N多年当中 我仍然会有不好的体验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这试驾它主要的地方不是来试它多少钱 而是来试给我们带来的体验又没有大折扣 那既然是新的发动机 得打开看看 1.5升的三缸涡不是涡轮灯压 是自然吸气发动机 这就是我都不会说了 为什么呢 自然吸气的三缸发动机 它为什么要做三缸发动机呢 大家都知道这事是一个特别贩重的一个话题 因为减碳和清洁 那这两件事呢 背锅背得最狠的都是汽车 既然是汽车背锅 当然就是汽车制造商背 他们就必须得拿出解决方案来 那么在这样的形式下呢 三缸和自然吸气成了一种必然要用的解决方案 首先啊 咱们说说丰田为什么要把它做成自然吸气 因为呢 波轮增压发动机啊 特别是直喷的 当它在温度特别低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比较严重的不完全燃烧 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在温度升到正常状态之前 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产生大量的碳颗粒 而这种碳颗粒呢 现在已经由于法规变得越来越严苛 比方说咱们的国六B 比方说O6 已经使这种碳颗粒 绝对不能排放到空气当中了 以前呢 涡轮增压直喷的柴油发动机 不完全燃烧特别严重 你比方说冒黑烟 必须要用微粒过滤器 强制柴油机要装 但是现在啊 这种强制 已经强制到直喷的涡轮增压 汽油发动机上面来了 这种装置就会大幅度的增加 发动机整体的成本 但这成本增加会给谁呢 给消费者 你跑不了 你买这种车的时候 你都为它付钱了 如果厂家能把这东西拿掉 让它没有 它就不用加这份钱 这也是它为什么要做 1.5升自然吸气 再说一点 这个三缸 当然就是为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它怎么降低排放的呢 就是降低了油耗 它少了一个气缸的摩擦 但是它只需要加92厚油 还有呢 三个气缸啊 降低了整个发动机的重量 这台发动机 它是1.5升的 它的排量会比 卡罗拉1.2T发动机 排量还更大 但是呢 它比它轻了25公斤 只有84公斤 降低了这个重量 所带来的好处 当然也会直接反映到 你的油耗上 但是降低重量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使整个车头的重量减轻 那它的重心就进一步的 有效降低 而且弯道行驶的时候 横向惯性力 也大幅度的降低 这就会使这辆车 整体的操控的体验 会更好 变得更敏捷 而且更平稳 这些的感觉啊 最终啊 都得从我们真实的试驾当中 来体验到 大家对于酸钢发动机的反感啊 我觉得你说它抖动啊 还是什么等等的这些啊 都是在找理由 关键是从内心里觉着 亏了 亏哪了呢 原来给四个 现在给三个 我亏了一个 就是亏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亏啊 最终还得体现到体验上来 所以大家才拿体验说事嘛 什么震动啊 什么抖动啊 等等 但是所有做三缸发动机厂家 都会比做四缸发动机 下几倍以上的功夫 去降低抖动 可能你会觉得不值 干脆给个四缸得了 不用降低那抖动 我也认了 不行 碳排放那压着呢 将来的碳税 先从厂家身上争碳税 然后就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为什么 厂家付完碳税 他的车一定得加价 他会把碳税加到这辆车上 就像威力过滤器一样 他会把这个成本 加到这辆车上 卖给你 而且将来这个碳税 还会直接转嫁到你消费者身上 通过给汽油加碳税 到时候你这个车 烧多少油 你就浇多少碳税 大家真觉得肉疼的时候 可能也就会接受三缸发动机的车了 不过呢 厂家仍然是对用户怀有着义务的 就是当你把一个发动机 从四缸变成三缸之后 你一定不能破坏用户 在使用这辆车时候的真实的体验 你甚至还要让它的体验变得更好 你才能弥补用户心理上的这个落差 对于卖家来说 这样去照顾买家 是应该的 是天经地义的 咱们就要通过体验来看看 丰田在这上面做的怎么样 你首先要验证一下你驾驶的时候 你的体验有没有打折扣 其实在这些三缸发动机的车上 你的体验都没打什么折扣 所有的厂家都明白 不能让体验打折扣 而且他们反而下的功夫很大 先天不行的用后天的方法去弥补 比方说平轴 比方说旋制的设计 卡罗拉上边CVT变速箱的液力变距器 也做了特殊的调校来消除震动 做的效果还是非常的好的 怠速的情况下 方向盘没有任何震动的感觉 踩着刹车 踏板上也没什么震动感 地板的座椅基本上都没有任何感觉 慢起的情况下 行驶的情况下 中途加速的情况下 都不会感觉到任何不好的震动感 这种1.5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功率 不会让你觉得特别能把握握心了 121马力 扭矩148 开起来的时候 觉得它的整个发动机的响应非常现形 在80的情况下 我试一脚加速 你会发现反应照样很直接 动力照样相当充足的给你提供一个加速 你不会觉得它有任何空档或者虚位 我觉得这变速箱设计的很好 因为它是一个CVD的变速箱 但是它这个变速箱设计的挡位扭矩的分配的比例很合适 不会说我这一加油 这变速箱还得从一个很高的挡位上赶紧给我下来 配合动力的需求 就是很直接的动力就上去了 然后转速就起来了 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你别看它是一CVD变速箱 它有运动模式 80公里时速巡航的话 我只有1500转的转速 但是我要运动模式下 它就变成2500转了 马上能给你一个让你感觉动力响应更积极 然后更有动感的一个反应 而且在中高速的情况下进行一个中途的加速 你轻点油门的话 发动机的响应 以及它动力输出的响应都能够相当的及时 这发动机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还有一地方就是它平时性很好 驾驶的过程当中几乎听不见它有什么声音 发动机得确定的拉到3000转以上的时候声音才出来 日常行驶的时候巡航的状态下 小幅度去踩踏油门 只要不到3000转 你几乎都不怎么能听那发动机的声音 也感觉不到什么震动 说白了就是当厂家不得不为了碳排放 而对动力系统进行这方面的改动的时候 它进最大限度 要保证它的用户的利益 保证用户的体验 你别看它小 这车它还是一个典型的TNGA的车 开起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TNGA车上的一些整体素质它全在 首先就是重心低 特别平稳走起来 悬挂的调校就是做的最到位的一点 就是对那路面上细碎的小颠簸吸收能力做得特好 但是它的操控也会很好 这都是TNGA的整体的一个优点 在这辆车上都体现出来 这车是一个顶配 所以它连驾驶辅助系统都是配骑的 有ACC 有车道偏离预警和纠偏 同时它还有车道居中保持 然后就是它车机也进化了 各种应用都齐的 你别看它那界面 没有什么色彩斑斓的感觉 但是它那些应用的都有 导航有 音频有收音机 有蓝牙电话 有QQ音乐 有喜马拉雅 语音控制 甚至还有图片浏览 有视频播放 买这种高配的车 其实就差点屏幕 低配的是8英寸的 高配是9英寸的 车机里边的应用 9英寸的这个版本就丰富一些 多一些 那8英寸的就少一些 但是它有屏幕映射 应用Car Life 我觉得当你开一辆 像这样的丰田车的时候 你就能感受到丰田做汽车的水准 采用了1.5升三缸自然机器发动机的2021款卡罗拉 试驾到这儿呢 结束了 回答一下开始的问题啊 就是说 当它采用了这种三缸的动力方案 来满足减碳和清洁排放的法规要求的情况下 有没有确保用户的体验不受损失 有没有给用户带来增加的价值呢 我觉得呢 它是从两个维度上把这问题解决了 一个维度就是大家都想象到的 就是降低震动嘛 让它更平顺 但是这个维度啊 所有人都能一开始就预料到了 因为现在啊 凡是用三缸发动机解决方案的厂家 几乎啊 都是加倍努力的去降低震动 你比方说加平衡轴 把发动机的旋置做的更精致 更好 把震动消除 这些大家都在做 丰田还增加了一项 液力变距器里边 进行了优化的设计 把曲轴传递出来的动力的时候 带的那个震动 也再进一步的消除 可是呢 这一个维度的问题解决了 它是不能解决 用户对三缸发动机的疑问的 主要原因就在于价值 而丰田就是在这个维度上 把这个问题解决特别好 它这个1.5升的发动机的动力 是三种动力的卡罗拉当中 价格最便宜的 这车起价只有11万 卡罗拉 丰田 已经把最主流的家用轿车的起步价格降到这么低了 最高配的车也只有136,800 而且从11万的入门级的车 直接配上了L2级别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整体上来讲 它不仅仅保持了你的体验 还给你降低了很多日后使用的费用 还提升了你驾驶的时候 那操控的这种感觉 而且还增加了高科技的配置 直接标配了 而且还有这么大幅度的让力 所以它整个在体验这个维度上 在价格这个维度上 都拿出了圆满的解决方案 所以它才是圆满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那么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是不是它是一个毫无问题 可以选择的车型呢 答案当然是确定的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T车邦 只为爱车的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